拜见世语娘子 多谢您圣经相邀 孤独间稍等片刻 她在梳妆一会儿就来 您是要我见什么人吗 是这样的 我有个侄女 她年轻貌美 仰慕孤独间已久了 世语娘子 晚辈已有其事 可你的妻子 在三年前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没有了她 难道你就永远不娶了吗 晚辈此生 心中只有忘记一人 她是我妻子 一直是 永远是 今日朵朵得罪 唐突了您的纸 晚辈 改日再登门拜访 等等 她有一件信物给你 等你看了再走也不迟啊 是 世语娘子 愿我入长风独军千里万里城 君心万里城人若初见少年人 这么非 你还这 你们 我 rr 对 我是 甜人 我 换 蚗蚗arkan 小心 多少人与拂命围困 我只要你 天陪一生 夜谈到一生 贵人 是少年人 奉天成运 皇帝制约 永州都水间 顾九思 兴建黄河水利 素有功绩 朕甚佳之 保有德 赏至财 宣得民恩 以安社稷 献加封其左丞相 相扶天子 总领百官 望其涕粒自眠 悉心腐壁 不得有待 岭南商客 世遇娘子 慷慨大义 鞠躬至尾 朕特赐其免死金牌 世代相传 亲此 谢陛下讨论 不想 请早日回京上任吧 有了 有了 叶雄 九思 羽如 三年未见 我在这里等你们多时了 羽如 虽然先前就得到消息 但是如今看到你站在我眼前 简直难以置信 我太高兴了 这三年感谢你照顾我娘 和我婆婆 请受我一拜 说这话就生分了 沈 东东怎么样了 陛下 驾崩了 生就已送我灵魂 怎么会这样 前几日陛下还通过白玉京 传来口信 说龙体欠家 但精神尚渴 怎么会突然驾崩呢 那东都可还有其他迷雇 还真有一件意识 太子受召入京 身边带了一位丰臣女子 他还带此女子 入宫面寿 大家都以为 陛下会不然大怒 谁承想陛下 竟然准了这桩婚事 是西方娘子 你怎么知道 他是扬州城 兰孝坊的帮主 落此伤的人 陛下命太子 入幽州思国 为的就是隔绝这些奸细之人 没想到落子上的手 还是伸过去了 那想必落子上 已经快复远迟了吧 是 太子登基 他定会翻身 成为天下第一权臣 不止如此 太子信心勿猛 若一直守候于落子上 将来整个大厦 都会落于他的护城之中 对了 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前日 周老将军率军 出兵难兆了 出兵难兆 那不是纵死吗 请不说兵派如何 就算是胜了 那也是代价惨重啊 这谁的命令 据说 是陛下生前一命 我不相信 我也觉得 这不是陛下的意思 丧中还未冥蔽 新军就急急下令完征 此事必有蹊跷啊 娘 婆婆 我们回来了 娘 娘 娘您不认识我了 我是玉如啊 姐姐 我是不是又犯病了 我这刚好点 我怎么又看见玉如回来了 娘 娘 娘您的病真的好了 那个宁州的名医 是我给您请来的 我是玉如 我没死 娘 我回家了 是不可能 我 我刚让自己相信 玉如已经不在了 苏妹妹 你的女儿 是真的回家来了 娘 真的是玉如 娘 玉如 娘 玉如 玉如 娘 玉如 我的孩子 我回家了 娘 我回家了 娘 玉如 娘 你终于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娘 我回家了 谢谢 这是怎么了 自从陛下驾风之后 师父就失了心智 终日语无伦次 太医说是伤心过度所致 小蝴蝶 我的小蝴蝶飞了 飞了 他怎么总在说蝴蝶 现在已经入秋许久了 应该见不到蝴蝶才是 疯话哪有什么道理 这好端端的人突然疯了 讲不通吧 太医说 是悲怅所致的失心之症 但我看这样子 倒像是短期内 服用了过量寒食散的中毒之症 若真是被人下了毒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可是现在是什么也闻不出来了 小蝴蝶 小蝴蝶 我的小蝴蝶飞了 小蝴蝶 拜见贵妃 你师父的病如何了 师父她还是不大好 多谢贵妃提示 是 她侍奉先皇多年也算有功 你多照顾她 是 蝴蝶 小蝴蝶 你醒了 我们在哪儿啊 你放心 那晚我们就已经快马出了京机 这是普通的山野客栈 我睡了多久 两天 两天 当个这么巧了 周将军怎么等不及了 你身上有伤 一切等天亮再说 可否借伙食一样 没有伙食 你去找别人吧 柳儿哥 陈玄 是 是我 嫂子 九四 九四 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还是知道你心里跟我说的那地儿 等了你一宿以为见到你 我便猜测你们应该是遇袭了 我便带人找遍了附近的所有医馆客栈 终于见到你们了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这变化真大呀 我是真不敢相信你能当上纯帮老大 我也难想象 你小子能当上左相 如今这朝中和接力之人都被盯着 能帮我的只有你的江湖弟兄 能为前线将士们护送粮草 我等虽是白身匹肤 担当义不容辞 从现在开始 我会亲自带人护送你们 替你差遣 鼎力相助 多谢 客气什么 您干的 陛下 陛下您错了 新皇生前 最挂你 最在乎的 就是陛下 他唯一的儿子 你胡说 陛下展开看看 便会明白了 这是父皇的手斩 是的 是的 我父皇一直写了好多年 记录他的见闻 和所思所感 他写了好多本呢 只是他 从来都不让我碰他的手斩 他怎么在你手里 这是先皇生前托付给我的 我一直把他 藏在世语身中 远离朝堂 先皇嘱咐我 若他的儿子平安喜乐 便不必交给他 若他的儿子 感到迷茫 无助 便把手斩 交到他手上 来 今日无儿闻世 暴之 啼哭不止 怕是不得其法 徐专门向儒母 请教暴孩之术 为无儿取名 思虑已有数月 再不得名 怕将以娃娃称之 指得抽签为定 得名为玉 天定为玉 乌尔必为如玉君子 乌尔盘山雪步 无人搀扶 已能走三次掌约 甚为 这侧子 是爹爹 从我出生 一直寄到他临终 爹爹 爹爹 呼呼 爹爹 说怎么想 看来人都到齐了 媳妇 你背叛我背叛得真是时候 我正发愁 如何让顾享和柳老板 主动前来与我一叙呢 你又帮了我个大忙 很好 我会赐你个全尸 当年你在勾兰救了我 为了报恩 我效忠于你 如今恩义报尽 我不后悔 柳老板 我最后再给你赐机会 来日我为帝王 你来当皇后 莫子生 你我素未凭手 你为何对我执念不朽 这其中的缘由你若真想知道 等你当上了皇后 我自会告诉你 你吗 既然如此 日后 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的 郭九姿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你我其实是兄弟 我爹可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他有 而且他有我这种光宗耀祖的儿子 是他的福气 只可惜当年在扬州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于我手了 看不到我溶灯大龙的那一天 不过到了最后 我至少还能带一个人走 而我 也只想带一个人走 乖乖听话 刘老板 不然顾九思 可就要跟我们死在一起了 你们都走吧 走啊 难不成想跟我们死在一起吗 全部推出大地 陈陈陈伦 我 还学习 任何查理 你怎么办 我都алось 你终于一个人 你怎么办 太好了 你怎么办 你管愈着 你怎么办 你自己 我们本来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一次又一次地放过你 可是今日 我不会再放手了 你就跟着我一起死吧 你恨的是我 杀了我 放了一个人 我恨的是你 所以在他随我死了之后 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长命百岁地活着 我要你永远品尝失败的滋味 舅司 你走 你们都走 骆自成 事到如今 你为何还有牵连无辜之人 你住口 顾舅司 你顾家 该给我 给我娘 说声对不起 恭迎陛下 顾舅司 你这是干什么 昨日少帝已经下旨 善位于陛下 先皇亦有一诏 称陛下 永逸国感 定国安邦 为国之重器 得配大头 故而 陛下已是众望所归 名正言顺的大下新主 臣 特率文武百官 以圣君之礼 迎陛下入城 文武百官 来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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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的护国英明 为了保全东都议成百姓 更是为了保全大下国座 离属安宁 天下不可再生征战了 恳请陛下 谢家入主东都 陛下 少帝也是受奸命所蛊惑 如今骆子商以此 已为前线英灵偿命 他防御自己备备绰帽 他误我三军 断我梁草杀我家人啊 是我周高老 和三军兄弟们打 没有死在南州 这个贼子竟然做出 炸湖断路 逍遥淹死三十万功臣的丧尽天良之事 骆子上蛊惑不假 可这一刀的亡灵 难道不是他翻译自己判的吗 我是他的谁啊 我是他的 周婆婆 他所杀的周家之人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刀都是看着他 从小成大的 如此狼心狗愤 诸狗不如的东西 今儿 谁敢让我饶他 我便杀了谁 谁敢阻拦我入洞之路 我便从他身上 阅满而过 郭秀斯 让贼 那请陛下 从臣的身上踏过去吧 臣一息尚存 便不会相让 臣不能让陛下 做那将天下再次卷入战火的罪人 隔阂 不得如 订阅 不是 感谢观看